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场和态度 特别是就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政治基础的极端重要性 以及两种道路选择 可能带来的两种前景 做了系统的说明和论述 体现了我们 在九二共识基础上 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真诚愿望 当前两岸关系正处在重要节点 求在台湾新的当政者手上 何去何从 人们拭目以待 马小光指出 一段时间以来 谁在努力维护两岸共同政治基础 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 谁在破坏两岸共同政治基础 改变两岸现状 谁在护露 谁在拆桥 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如果有些人连这一点都看不清楚 甚至对后者进行鼓励 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我们必须重申 如果两岸导致僵局 或者出现危机 责任由改变现状者承担 针对记者提问 从肯尼亚前返回大陆的 45名台湾电信诈骗嫌犯探视问题 马小光表示 有记者询问海峡论坛的筹备情况如何 如果520之后 台当局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 是否会对海峡论坛产生影响 对此马小光回应称 海峡论坛筹备工作 现在进展顺利 这个海峡论坛啊 是我们2008以后构建了一个 以两岸民众交往 以两岸基层民众 特别是青年学生为主体 进行交流的这么一个平台 所以我想啊 我们啊 这个将会继续推进 两岸民众交流合作 这个方式不会改变 所以海峡论坛啊 它的筹备 我想也不会啊 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 马小光还就民进党明代 撤销微调刻钢事件 回答了东南卫视记者的提问 就是4月29号台立法机构 就民进党明代提出的要求 台教育部门撤销 微调刻钢提案进行表决 那最终的提案是以这个 71票赞成 15票反对通过 那对于民进党现在 急不可待的强撤 微调刻钢 班人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编撰教科书啊 应该尊重历史啊 尊重事实 台独分裂势力啊 试图继续在文化教育领域 推进去中国化的分裂活动 用台独史观啊 来毒害台湾青年一代 隔断两岸同胞的血脉连接 他们自以为 拨下的是所谓龙种 但收获的只能是跳伤 好的相关的话题 我们来听听昨天晚间 台北演播室带来的深度分析 马小光强调 当前两岸关系正处在重要节点 求在台湾新的当政者手上 何去何从 大家都拭目以待 我们必须重申 如果两岸导致僵局 或者出现危机 责任由改变现状者承担 来教授 你怎么评价 马小光今天这个强硬的回应 从民进党选后到现在 一连串的作为 看起来都在去中国化 然后开始在对一中的政策的态度 好像越来越清楚了 例如说包括同政员 在前段时间有关于台湾要去 这个 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问题 的问题的时候 都说我不接受这个一中原则 这个好像把它底牌就掀出来了 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我觉得对于大陆来讲的话 那这个就要直面的说了 第一个人民日报已经告诉你 你要这是一个必答题 这不是选择题 第二个直接告诉我们 九二共识你的态度 你要不你不承认 你要不你就承认 但是不要再打模糊眼了 这样打模糊眼下去 没有没有什么好的 所以 而且没有什么观察期 就5月20号你的发言 对 而且限定很清楚 马小光的讲话限定很清楚 就是说不承认就是改变现状 因为以前是承认的 所以当你不承认的时候 你不能说我不否认 所以当你说不承认的时候 就是改变现状 所以马小光的讲话 已经是有点是最后通点了 如果说蔡英文到时候讲话中 真的不承认九二共识 那要是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如果蔡英文拒绝了 所有的任何形式的九二共识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 我认为马英九这八年以来 辛辛苦苦所建立起来的 两岸的任何的沟通平台 包括我们解决我们的经济的问题 包括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国际空间的问题 我觉得全部都会被关掉 那台湾将面对的就是 全部的关闭 那么两边很有可能会进入一种 全方位的这种能对抗 也就是说大陆这边 对于台湾的民众会直接的接触 但是对于这个政府的 就是官方的这样的一种 原来的建立起来的所有的管道跟机制 可能都会停掉 我认为全部都会停掉 而且不但会停掉 而且还会进入一种能对抗的阶段 马小光在回答东南卫视记者 今天上午关于撤销 这个微调课刚提问的时候说 台独分裂势力 试图继续在文化教育领域推进去中国化的分裂活动 用所谓的台独使官来毒害台湾青年一代 割断两岸同胞的血脉连结 他们自以为是剥下的是所谓的龙种 但是收获的只能是跳蚤 李大哥你怎么看待马小光的这个回应 台湾人就是说他现在很多是希望说 这个撤销这个微调的课刚 你不要必须要把它分清楚 里面有两种 一种是准备就是说当时就是 就是想去中国化的这种动机 那有一种是当初在马英九政府 在调的时候程序是不合理的 的确有些台独分子是很阴谋的 不但是去中国化还去中华民族化 今天台湾没有错 台湾的确也有一些 它不是中华民族 但是中华民族绝对占95%以上 这绝对是整个一个主流 你不能把这个给它斩断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讲到就是说你为是龙种 但收获可能只是跳蚤 那这样一个举例 我是觉得说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说 你以为你波罗是龙种 最后你会让台湾绝种 因为因为 真的就更绝 对 因为为什么 遇灭去国者先决其死 你要灭一个种族化 是不是决掉它的历史 你把历史完全给它弄掉 你是决了这个 你是整个决了这个中华民族的一脉 在台湾的这一脉 你是把它决掉了 再过八天 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 就要谢谢他担任了八年的这个职务 在昨晚接受媒体专访 谈到520后的两岸关系时 他长叹了一声 他呼吁蔡英文团队 要珍惜两岸在九二共识基础上互动的成果 如果民进党真要走自己的路 就要拿出办法 不要只会吹牛说大话 马英九接受媒体专访时还表示 对自己的政治报复政治追杀 如今已经开始了 专访中马英九指出 八年来两岸已很和平 双方频繁交流 很多人以视为当然 像这次世卫大会 就有些人觉得台湾本来就应该进去 却忘记八年前 我们都还没有进去 我们都还在外面 为什么之前进不去 而他上台以后才可以进去 马英九表示 说穿了这就是基于绝儿共识 参加WHA不是应当的 是努力很久才争取到的成果 马英九说 结果现在变成我们要撤退 但又想与大陆维持和平稳定的关系 民进党有什么好方法要拿出来 只会说九二共识不好 联合国2758号决议不好 但你能怎么办 我们今天在这儿不是在比谁会吹牛 比谁会说大话 你要拿出办法出来 节目主持人寻集 现任后是否担心政治报复 或政治追杀 马英九直言 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因为我基本上是非常守法 而且自我限制权力的滥用 你记不记得我在八年前 上了就职演说里面 就特别提醒大家 提醒公务员 就是说权力使人腐化 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 我自己在这方面是非常小心 那我对一些独立的机关司法什么的 我从来不介入 其实外界大家都知道 那今天我看到一些对我的指控 我有时候觉得蛮意外的 不过我想我相信我自己的清白 也相信法院的共振 台湾某周刊11号报道称 蔡英文的就职演说架构已大致完成 演说文稿由蔡英文以众的文版摇人多操刀 演说重点放在内务未来的挑战与改革 两方面则不脱维持现状基调 报道称蔡英文就职演说将不提九二共识 即一个中国只承认九二会谈 以响应所谓的新民意 好的我们来看下一条 台行政团队于今天 也就是5月12号提出总词 而在昨天下午 台陆委会举行了大陆工作专业奖章颁奖奖典礼 表彰对推动两岸事务有功人员 在总结过去工作的同时 也希望即将上任的蔡英文团队 能够持续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稳定发展 台陆委会主委夏立言 分别向台安全部门咨询委员 邱坤选 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 陆委会副主委施惠芬 和陆委会咨询委员赵春山 张吴岳等人颁发 一等大陆工作专业奖章 虽然现场戏份看起来活跃轻松 但是话语间所扣露出来的 离别与不舍 让这场颁奖仪式 看起来更像是 这届陆委会的毕业典礼 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 更是直接把获奖改言 变成工作总结 回顾了自己三年以来的成绩 也说出了心中的遗憾 台陆委会主委夏立言说 颁发奖章是因为这些人 对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自己作为马英九行政团队的一员 对于过去八年所取得的成绩 感觉非常骄傲 马政府之所以能够突破两岸的困难 然后跟中国大陆 从八年前开始有这么多的交往 签署了这么多协议 然后整个让台海的情势 可以和平稳定 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许 这一切的原因是因为 两岸之间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 对马政府来讲 这个政治基础就是九二共识 夏立言强调 两岸关系错综复杂 攸关台湾未来发展 重要性不容忽视 我也希望两岸的关系的重要性 绝对不容忽视 希望新的政府也能够持续 把这个两岸的关系 从稳定和平繁荣的路上 继续往前推定 前台所谓中研院院长翁启会 请辞获准后 十一号再度遭到检调约谈 检调侦办号顶案 翁启会隐瞒女儿持有号顶股票 涉及收贿贪污 上个月约谈还查出润亚生计案外案 翁启会大方让人参观实验室 恐怕有技术外流 涉及背信 这回检方再度约谈翁启会 不排除 做出强制处分 台所谓中研院的前负责人翁启会 九号请辞获准 十一号再度遭检调约谈 他满脸疲惫 学术权威转列号顶案被告后 检调认为还有案情需要理清 本想十二号过后 约谈翁启会和号顶董事长张念慈 没想到两人十一号一早自备案件资料 主动到试调处说明 四月二十一号号顶查出案外案 检方发现 润泰集团总裁尹眼梁和张念慈 合资的润亚生计 二零一三年跟所谓中研院谈合作 翁启会就大方让人参观实验室 派专人简报 但最后合作破局 检方担心技术外流 涉及背信罪 对此翁启会向检方共称 专利是公开的否认不法 另外号顶案起因 翁启会隐瞒女儿翁玉秀 在技术转移期间 拿到润泰集团低价转让 三千张号顶股票 两年内就卖掉一千零六十七张 获利三亿元新台币 还在今年二月号顶解盲的前一天 精准出托十张股票 成功规避损失 涉嫌收费 上一回彻夜侦讯 翁启会还是所谓中研院负责人 约谈后只是限制出现 这一回翁启会卸下负责人身份 少了头衔招牌 检调不排除做出 交保强制处分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在微信平台 开设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眼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那尔维码 或微信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公众号 同时也要感谢月花不锈钢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欧洲议会全体会议 当地时间11号 表决通过旨在加强 欧洲刑警组织反恐能力的一系列新规 要求欧盟成员国及非政府组织 与欧洲刑警组织密切配合 并赋予欧洲刑警组织更多权利 当天通过的新规主要包括 欧盟成员国必须提供欧洲刑警组织 在反恐和打击 有组织犯罪行动中需要的数据 欧洲刑警组织发现 有人利用社交网络进行恐怖宣传时 可以直接联系网络运营商 要求其删除相关网页等 关于加强欧洲刑警组织反恐能力的议题 欧洲议会与欧洲理事会等欧盟相关机构 已谈判三年 问题的焦点是如何保证公民隐私权不受侵犯 在巴黎和布鲁塞尔遭恐怖袭击后 欧洲议会迫于压力加速了对这一议题的讨论和表决 欧洲议员在当天的大会辩论中特别强调 在赋予欧洲刑警组织更多权利的同时 不能忽视对公民隐私的保护 欧洲议员要求欧洲刑警组织 按照新规定期向相关机构提交年度工作报告 并要求各国议会和欧洲议会 对欧洲刑警组织的工作进行监督 伊拉克内政部官员表示 首都巴格达当地时间11号发生汽车炸弹袭击 目前已造成至少64人死亡 87人受伤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宣布 制造了袭击事件 消息人士称 一辆装有炸药的汽车 当天在巴格达东部萨德尔城 一处人流密集的集市发生爆炸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绝大多数死伤者为平民 萨德尔城是什叶派聚居区 该城区内有大量什叶派民兵 是巴格达市高危地区 曾多次发生恐怖袭击事件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随后宣称 其武装分子实施了此次袭击 其目标是 集市内的什叶派民兵 伊斯兰国近期已多次在巴格达 及其他伊拉克城市实施爆炸袭击 自今年一月以来 已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该组织目前控制着 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领土 并在多个省份 与伊拉克政府军激烈交战 一政府军三月末宣布 开始发动收复第二大城市摩苏尔的战役 伊斯兰国随后采取疯狂报复行动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地时间11号表示 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问题上 国际联盟中的其他国家 并未采取任何举措 埃尔多安当地时间的11号 在伊斯坦布尔出席巴尔干国家 总参谋部第十次会议 并发表讲话 他认为 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 没有哪个国家像土耳其内 尽量积极有利 被土耳其安全部队击毙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已达3000名 一些国家说 土耳其在向该组织提供支持 这样的说法不公正 无情 并且毫无根据 他表示 伊斯兰国给土耳其造成的人员伤亡 也多于其他国家 埃尔多安还说 土耳其知道 哪些西方国家在帮助伊斯兰国增加武器库存 2014年6月 伊拉克爆发严重武装冲突 包括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内的反政府武装 相继取得了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土地 当年9月 美国联合英法等欧洲国家 以及埃及卡塔尔等中东国家 共同组建了打击伊斯兰国国家联盟 并对其目标实施空袭 2015年9月 应叙利亚政府要求 俄罗斯开始对续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起空袭 托尼斯内政部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确认 警方当天上午在首都托尼斯以北 围剿一伙极端分子 一打死两人 逮捕16名嫌疑人 声明说 警方依据所获情报 在首都以北 阿尔亚南省姆尼赫拉区 围剿一处民居 那里据信藏匿着一伙武装人员 双方随后发生交火 一些武装人员试图逃跑 警方在现场缴获大量武器 按照一些当地媒体的说法 这伙极端分子中 有多名遭通缉人员 他们涉嫌参与今年3月 在东南部本加尔丹市的一次武装袭击 托尼斯去年遭遇三次大规模恐怖袭击 共造成74人死亡 政府先后多次宣布实施紧急状态法 今年3月 托尼斯东南部靠近利比亚边境的本加尔丹市 多处安全设施 同时遭极端分子袭击 军警击毙40多名极端分子 法国参议院日前通过决议将全国紧急状态再延长两月 法国参议院日前以309票赞成 30票反对 通过了延长全国紧急状态两个月的决议 原定于本月26号终止的全国紧急状态 因此得以延至7月底 从而覆盖欧洲足球锦标赛和环法自行车赛 两大重量级国际赛事 法国内政部长卡泽纳夫表示 延长全国紧急状态虽非常久之际 却是特殊时期所需的保障手段 他说欧锦赛期间 法国将迎来极大数目的外国访客 这将令安全形势更为复杂 去年11月13号 巴黎发生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后 法国总统府于次日凌晨宣布 法国本土和柯西加岛进入紧急状态 后又经议会批准两度延长 全国紧急状态允许警方在 面临威胁安全与公共秩序的危险时 立即采取必要的行动和措施 不过根据最近的更新 警方不再拥有无法停许可 及进入民宅的权利 2016年欧洲足球锦标赛 将于6月10号至7月10号 在法国十座城市举行 预计将有250万观众 在此期间涌入法国 而欧锦赛尚未结束 一年一度的世界顶级公路自行车赛 又无缝接档 于7月2号至24号举行 由格鲁吉亚美国和英国联合参与的 2016高贵伙伴军事演习 当地时间11号 在格鲁吉亚瓦贾尼军事基地 正式拉开帷幕 在当天的开幕式上 美军M1A2主战坦克 布拉德利步兵战车等装备 受到格鲁吉亚领导人检阅 美军C130运输机空投了轻型装甲车辆 榴弹炮以及120名空降兵 格鲁吉亚国防部本月5号宣布 格鲁吉亚美国和英国联合参与的 2016高贵伙伴军事演习 于5月11号至26号 在格鲁吉亚瓦贾尼军事基地举行 500名格鲁吉亚士兵 650名美国士兵和150名英国士兵 将参加本次军演 俄罗斯外交部6号宣称 俄罗斯是2016高贵伙伴军事演习为 破坏外高加索地区军事政治稳定的蓄意挑衅 格鲁吉亚外交部7号表示 军事演习不针对第三方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我是小丽 带您继续看新闻 近日英国伦敦科技博物馆 正在筹备一场名为 《机器人崛起》的展览 计划用超过100个 来自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机器人 将机器人发展史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先来认识一下机器人齐甘 他诞生于1957年的意大利 虽然在今天看来 他的造型似乎有些落伍了 不过曾几何时 齐甘也算是机器人圈的风云人物 在英国的伦敦科技博物馆内 像齐甘这样的机器人先驱 还有一百多个 最早的机器人雏形 一个教练式人偶 甚至可以追溯到1582年 他们将机器人的发展史 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了人们的眼前 据了解 这场名为《机器人崛起》的展览 将于明年的2月正式开放 将一直持续到明年的9月份 运动风气盛 很多人喜欢慢跑参加路跑活动 但是医生也发现 像是慢跑打篮球造成膝盖受伤 年轻族群增加一至两成 保护很重要 像跑步就要选择较软的路面 像是草地跑道也要慎犬跑鞋 才能避免伤害膝盖 运动风气这几年夯 特别是路跑 除了大型活动多 不小人下班后也练跑 医生就发现 打篮球跑步造成半月软骨受伤 走路蹲下吃力 甚至软脚 年轻族群就义人数有增加 将要挖跳 然后深蹲跳 像很多人都很容易受伤 所以这个要避免 那再就是起脚要撑 因为是反复的弯曲的运动 所以说尽量椅子坐高一点 不要弯曲太多 跑步的话要注意跑的路面 不要跑斜坡 深蹲骑单车跑步 是三大该注意的运动 除了每周最多运动五天 喜欢跑步的人 医生说要慎选场地 像这种草地 或者是学校的PO跑道就很适合 反而这种路比较硬 就容易伤膝盖 另外喜欢骑脚踏车的人 医生也说应该把椅垫调高一点 减少膝盖的磨损 另外使用护膝慎选跑鞋 也能保护膝盖 好的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我们明天见